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一平一言道破 什么是什么》 我记起 读中学时代 是我们这班年轻人 最在教会活跃 我们的青年团契很兴旺 有六七十个人 而我们这班 就很想很想参与做侍奉 最好的机会 就是满营的夏令会 夏令会 就是由我们这班猫头自己作主的 定主题 选经文 编手策 找场地 邀请港元 安排交通 准备膳食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因为六十年代 青少年团 根本是没有导师这些 教会 也没有青年部长这些 就是由我们 在少林寺 学侍奉的功课 好了 夏令会 去的地方 要便宜 住整个礼拜 大鹏人 当然去到山卡拉 那么远 设备 设备不是很先进 这些礼拜 一礼拜 十几个人 迫在一间房间 没有冷气 那时没有冷气 这些东西 好了 设施呢 那些乒乓火台 是石头做的 那些烧烤炉 就是这样搭出来的 聚会的地方 往往就是一个 平时的课室 夏令会 就用来做 港道的了 果然 我们的主题 就是四个字 孝法基督 我们那时定主题 根本不知道 这四个字 其实是基督徒一生人当中 最艰难 最艰难 最需要花功夫的 一门学问 孝法基督 由于那一年 我是青年团的团长 所以 开幕礼 即是第一晚 去到营地 个个都累了 第一晚开幕礼 就是由我来说 我们的主题 当然 经文 肯定 用了保罗这句 你们要孝法我 因为我孝法基督 可能还有下面那句 就是 不要孝法这个世界 哪要心意今生而变化 来孝法我们的主耶稣 我还记得 因为那时 我身平可能是第一堂 正式的港道 我是出了猫的 我请教了我母亲 她是一个女传道 那她就过了几招给我 原来信耶稣 是有四重就的 有四个部罪的 第一部就是相信耶稣 正如圣经所说的 你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且祂挂在木头上 为我付出了罪的代价 这个就是相信耶稣 很简单 也很容易 第二就是跟耶稣 若有人要作我的门徒 就要扶起她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跟随呢 可以是大盘人的 就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 神迹之后 哇 跟着她的 圣经说 空涌她 就是很多人是跟随的 不过跟从 就是有那种尊敬的了 有那种学校的意思 就带到我们去到第三步 就是需要学校耶稣 你读神学 你可以毕业 不过你学耶稣这门功课 真是七十几岁了 绝对是没有毕业的日子 只不过是很盼望 不单是自己盼望 我说老实话给你听 其实世界都是很盼望 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 是能够像耶稣 这个就是叫做校法耶稣 那堂到 我说完之后 发出呼召 因为满年夏令会 我们这些青年团友 都会邀请朋友来参加 好玩 那他们来的 很多都是未信耶稣 所以那一晚就有人相信耶稣 我还记得呼召 谁愿意立志在主面前效法基督 哇 大盆人全部起了身的 很开心啊 效法基督 好了 最后一晚就有天才表演了 那我们团当中呢 就有一个年轻很瘁很瘁的 我以为我自己瘁 他比我更瘁 我又不知道他在哪里 找了一些地拖 找了一些扫把 找了些什么 总之床单全部都用齐了 又整长自己的头发 又整到自己有瘦 就背着这个白袍 床单来的 拿着扫把棍 这个就叫做 學耶稣 就是长头发 留瘦 着袍 拿着掌 这样就叫做 學耶稣 出来做师父母来 就看了这本书 我是看英文的 后来中文呢 就跟随他的脚踪行 in his steps 即是步步后塵 那时候我都是二十多岁 就第一次学了这几个字母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本书最出名的 Charles Sheldon 他自己 他自己 喂 他是那个社会福音的发明者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在教会里面产生效果 而不能够在社会 贫穷的 于酒的 无家可归的 在他们生命上都产生good news Gospels Evangel 这个好消息的效果 如果不能够在社会产生 我们的信仰很肤浅 我们的信仰很窄压 他就问了当代的基督徒 那几个字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圣经是这样说 美德前书 你们蒙照得救 家日教会 称为基督徒 你们的蒙照 原事为此 因为基督留下了榜样 叫你们 in his steps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这个是百几年前的一件事 想不到在九十年代 忽然之间 在美国的青年人当中 又轻回这几个字 What Would Jesus Do? 就做了一些手带 手碗带 哇 那一段时间 我在美国 差不多 不仅是青年人 成年人 阿婆也好 阿伯也好 阿公也好 我都有几条 都是带着的 What Would Jesus Do? 想不到大陆的弟兄姊妹 都发现了这个潮流 所以 就要我整箱整箱买回来 送回去中国 成为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礼物 成为主要的奖品 后来淘宝也有得卖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样做呢? 是否要来挂在首树做下时务呢? 到我侍奉十五周年 我的师父 我的属灵父亲 我的监督 他就送了另外一本书给我 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 《宗教》 《Imitation of Christ》 中文呢 就是《效法》 《基督》 Thomas Kempis 这个德国人 我不知道他那么出名的 直到后来 即是几十年之后 我去到德国 去Colong 去这个城市科隆 就发现有个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呢 就专门纪念 就这个牧者 他所写的这本书 就是叫做 《Imitation of Christ》 他家屋呢 就变了博物馆 那些手稿呢 一直留到现在 就发觉 Thomas Kempis 是第一个 在神学上教导我们 不是在乎你怎样信 乃是你怎样行地上的日子 即是你的信 必须要行出来 而行出来的样子 就是越来越似耶稣 效法基督 我记得里面有这样的句话 基督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Thomas Kempis 他就问 如果你没有走出他的道路 你前行是茫茫的 如果在你生命当中 没有彰显他的真理 你所有的知识 都是无盼望的 如果你信了耶稣 你没有他那种生命的彰显 你身而何为呢 现在我查回 我查回 在Imitation of Christ 他所说的是这几点 着重的是 看轻世界的虚伪 刚才和一个童工聊天 说起另外一个传道人牧师 最近又在外面 是为了争一个虚名 就是和人炒起来的 全道人争什么虚名 忍受暂时的苦难 被人误会 被人批评 有不公平的对待 这些主耶稣说 左边也给他 内衣也给他 和他走多一里路 这就是忍受暂时的苦难 背负十字架 又要跟随 肯定要背起这个十字架 在主怀中得到安息 得到安慰 这个Rest in God 其实有另外一种意思 不要为自己生冤 不要为自己争取 不要要更加多 要更加大 要更加高 要更加高 但是在主里头 安息于主所供应给你的 你的平安 也在乎主 谦卑 顺卑 顺服 Thomas Campbell 他讲到有两个 叫做knowing 第一个是knowing know Christ 认识基督 就是效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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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效法基督